今天住了一個很奇妙的小房子 就是這一間 好 我們現在要來Check in了 Yeah 成功了 Check in完成了 你的房卡 超酷的耶 第一次搭這種手環 來跟我們介紹說這個門呢 晚上七點就關了 進出就必須要靠這個 然後旁邊有一些販賣機啊 一些東西說你要購買的話 都可以寄在你的房帳上 所以Check out的時候再付錢 影片的話它就是用這種感應 這邊也有酒 還有啤酒 一樣是自助式的 就有杯子在邊 下面還有交易廳 等一下再去逛一下 我們先去開箱房間 你也下D&T OK OK 欸 滿了耶 哇 好酷 欸 我必須說這走廊超窄的耶 這樣就 這感覺好像一個神秘的傳 我選戀愛啊 戀愛 它真的是粉紅色 超小的囉 先來看一下雷小V的房間 欸 可是這樣爬上去耶 它是選戲蜜草對不對 綠色 欸 你們這看起來有點健康耶 可是這樣行李箱是很難放 放在那個樓梯旁邊嗎 好吧 就先這樣 神秘的小房間 我們選了風格選愛心 結果進來的這種愛情旅館的感覺 快進來了 現在門好難關喔 我們有兩個搭行李箱 風格還來了幾條嗎 簡單放完行李之後 先吃個飯 晚點再帶你們看房間 開房間 哇 你看對面 Coffee Shop 喔 這是你要延續之前的主題嗎 去看之前的影片 這個人真的很煩耶 有沒有感覺啊 怎麼之前我就會放在同一間吧 這邊都是戶外的小餐廳耶 就是路特丹烤山路 我們住背包旅館啊 喔 然後旁邊都是這樣子 有沒有 來來來 你看這裡 他爬上去了 他爬上去了 欸 這 這真的有人耶 但是給人家上去拍照嗎 還滿酷的 街道走起來感覺跟 阿姆斯特丹不太一樣 就比較現代化 嗯 好 行人的路權是滿大 我們行人過馬路 不是我們降下去走汽車的高度 而是汽車要升起來走行人的高度 代表汽車現在進入了行人的空間 你必須要注意 一個是讓汽車減速 第二個是讓行人的無障礙空間 不會有坡度問題 好像很厲害 台灣怎麼沒有這種 那考察出來就 嗯 阿姆斯特丹好好玩 德蘭好好吃 路過這家 看起來非常多人在裡面購買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支多少 一塊酒還有餅乾超好吃 看起來覺得可以嗎 嘿嘿 義大利冰箱的名字要手工去打 你看到他們名字寫Gilato 謝謝 謝謝 吃了一下覺得真的太好吃 你看這個 它非常隨性耶 而且你看喔 可以看到它裡面有整粒的蒸果果 哇喔 神秘的小餐廳 好有氣氛的 這間餐廳叫做Hotel Baza 它是飯店 它也是餐廳 走進來就有濃濃的那種北非的味道 這到底是什麼菜 喔 我也不知道 但總之它的食物都是經過清真認證 如果你是穆斯林的話 很推薦你來 它上面的天花板超浮誇 滿滿的鏡子 做了燈飾 非常閃亮 看它裡面的袋子也超可愛 每一個都不一樣 Thank you 等了好一陣子菜終於上了 端菜過來的時候 還沒有靠近我們遠處 就看到一個超大的盤子 看一下 這個是烤肉串 烤蔬菜跟飯 Sauce在這裡 炸蔬 我先切一塊肉下來 喔 吃吃看 我以為烤雞肉會很乾 吃起來其實還滿軟嫩的 但醬汁的味道很奇特 很不習慣 我們找了一間天還沒亮就開店的 這間特別早7點半就開門 8點01分才日出 就像你早上5點半去美額美一樣 高炸 歡迎歡迎 超多人騎車去上班的 YA 你們在餐點上了 可以看得到嗎 它的餐點看起來超好吃的感覺 我覺得二間拜堂也很漂亮 四女神都會喜歡這一間 你的餐點看起來超低調耶 就兩個麵包 Cosan 不會太無聊嗎 不會啊 我有Butter 有Gam 有麻油 偷看一下隔壁的餐點 你看 喔 這個是雞肉的 這個是酪梨泥 三年治 加薰龜 視覺看起來就非常棒 而且價格便宜近的 這個優格看起來也很漂亮 你看 有大理石的紋路的感覺 對 咖哩咖哩的 嗯 很健康的概念 路過發現海泥根 是從這個水管這樣子 喔 灌進去的 超酷的 嘿嘿 其實我們現在快要退房了 一個人好像還沒有分享細節 仔細看一下 我們這有兩片百葉窗 你可以自己選擇方向 正常來講應該是內山外山 我記得第一天住宿的時候 我下樓 因為這邊的浴室是公公廁所 然後我看到一個羊牛在換衣服 我有點不好意思 我想跟他講說這個床要關 不然會看光光喔 它有藍牙音響 然後兩邊床頭各有一個插座 這個床你覺得住起來會有壓迫感嗎 其實不會有壓迫感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起來的時候不要撞到頭 我有撞到 這裡 我撞了三次 這個人撞到一次 而且超大聲 這感覺就像 海軍 海軍的感覺 它也是有副毛巾 這邊是可以放置行李 看一個位置可以拍照 有一個超級大鏡子 難得住這麼奇妙的小旅館 再多紀錄一下 重點它很便宜 所以來這邊住的時候會減少很多壓力 我們這邊停留兩碗 總共是三千塊左右 還行 帶大家逛一下浴室 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其實房間滿多的 隔音嘛 我覺得是還可以 在房間內放音樂都還滿OK的 還要再往下走 這邊有一個小花園 浴室有分女生跟男生的 將 還好現在沒有人 這是公共空間的洗手台 然後廁所 將將 平衡間就是這樣 算還滿乾淨 記錄一下公共空間 可以在這邊用餐 有一些小食物 因為這邊是Hustle的類型 所以垃圾要這樣拿出來丟 還有分類 paper跟垃圾 我忘了問你最重要一點 你覺得住起來 你會想要再回住嗎 會啊 因為夠便宜啊 而且很方便 還有最主要的鬧區 熱門餐廳都在附近 下一集帶大家去逛 沒有歷史的城市 掰掰